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是货币是不较松 有可能可以恢复到比如7.7这样的一个水平 四季度我感觉如果政策对头的话 应该会起来 再到明年上半年 我觉得也有继续上行的可能性 那你比较担心的地方是在哪里 我刚才讲到一条是存货 存货一般来讲就三四个月的一个周期 如果你大宗扎民价格下降 其实就不愿意持有存货 它要把它用光以后再去买新的存货 那么这种反应它会抑制需求 它会让工业增长往下走 但是它一般不会持续太久 三四个月以后就过去了 时候可能平稳 平稳本身就是一个正面因素 在过一段时间存货上调 它就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 那出口下半年的情况 会不会继续的往下跌呢 短期内的贸易前景好像不乐观 尤其是最近看Flash PMI出来的数字 我们的出口订单还在往下走 但是也不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对中期来讲 美国 日本 欧洲的复苏 还是有一点信心的 觉得明年上半年 G3的经济增长速度 会比今年上半年要高0.7% 这样的话会在半年左右的时间 逐步的拉动中国的出口的成长 现在资金面那么紧的情况下 你觉得人民银行 需不需要降低存款准备净率 或者是有一些宽松的货币政策 我觉得有必要货币政策应该松一些 从融资的量来讲 其实没有像社会融资总额表现的这么宽松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很多人都在看社会融资总额这个数字 发现不管是存量还是流量的增长率 都是大幅度的在上升 以为货币很宽松 以为企业获得了很多钱 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数据上的问题 比如重复计算的问题 假设说一家大的企业 从银行里面带到6%的利息的贷款 然后它转贷了给中兴的企业8% 中兴企业又转贷了10% 贷给小的企业 这样你在社会融资总额里面就算了三次 但实际上企业只拿到一次钱 那么由于这些因素 导致了社会融资总额 高估了实体经济获得的资金 和获得资金的增长率 那么如果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认识清楚的话 你就会发现 从实际的注入实际经济的资金量和增长率来讲的话 货币也并不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利率和汇率 其实都是偏紧的 如果你看贷款利率减去PPI 我们把它叫做实际利率的话 这个要比历史平均要高很多 现在一年期贷款利率减PPI 已经到了8.5%了 再看实际有效汇率 今年前五个月 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8%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因为过去七年 我们年均的升值幅度只有2% 那么今年前五个月的升值幅度 是相当于过去七年平均的 年平均的四倍 所以这些都表明货币 现在不是一个太松的状况 而是偏紧的状况 应该有必要适当的松动 具体怎么松法的话 我想几个手段 一个是通过OpenMarket Operation 就是那些公安市场 超市瓦的注入流动性 如果短期内 这些办法还不能见效的话 我觉得应该要降存款准备金率 如果存款准备金率 还不能扭转经济 比较明显下滑的势头的话 几个月之后应该考虑 要降存贷的利率 从最新的数据来看 有没有看得到内需的动力 在往上升呢 我觉得企业层面它很小心 很大层上是因为信心不足 所谓信心不足就是说 我不知道以后的资金面有多紧 我不知道以后利率有多高 所以我不敢投资 也有现在已经获得资金了 它觉得政策可能不清楚 不明朗 不让我能够幸福 尤其是在地产这个领域当中 由于政策的不稳定 他们有钱也不敢投资 还有呢 是出于对通缩的恐惧 有些企业看到PPI不断地往下降 那么PPI往下降 就意味着产品价格往下降 那就利润往下降 如果利润往下降 我就不让投资了 再等一等再说 所以这些问题 很大通常跟信心有关系 而信心又跟资金面是有关系的 资金面的回归正常 是重启信心 和李克强总理讲的 叫激活资金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资金面